路人王时期的泽赛究竟有多强 泽赛作为路人王出道的职业选手 在夺冠之前就已经是韩服第一暴女了 那时候的暴女并不像现在用来打野 主要是用来打对线 这盘泽赛的暴女 对线当时的版本热门瑞文 才一级就靠着手长的优势 把瑞文打成了半血 经典渐变半血 兵线推戒塔之后 四级的泽赛领先瑞文两级 更是一路追到二塔要杀 瑞文别说吃惊艳了 连二塔都出不去 这一波的单杀更是体现了泽赛的实力 先知把瑞文耗到三分之二血 贴脸Q中之后 生散直接秒了瑞文 看泽赛的暴女Q技能 就感觉像躲不开一样 一标一个准 我们来看看泽赛暴女的团战发挥 像个刺客一样追着人扑 看来他的莽夫属性 早在路人王时期就有了 那么大家觉得 现在子弹的实力和之前相比 是进步还是退步了呢